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3年1月11号,这一期啊,咱们聊聊俄罗斯 有人说啊,俄罗斯民族啊,实际上是个幽默的民族 说俄罗斯的幽默啊,才是一流的 因为俄罗斯人的幽默啊,往往带有一种自嘲 而且啊,俄罗斯人的幽默是要回味一下 总之跟这个中国的这种幽默啊,还不太一样 俄罗斯的幽默啊,尤其体现在这个俄罗斯的很多政治人物的一些小笑话上面 这个我想大家听过很多啊 这里面最有意思的啊,或者比较出名的一个笑话就是 赫罗晓夫啊,在苏共二十大上面,他要揭露这个斯大林的罪行 他在深情并茂的,在痛斥斯大林啊,给苏联带来的危害,罪行累累 这个时候啊,台下就传来了一张遮叠好的纸条啊 这个赫罗晓夫打开了条子,他单产就读了个条子的内容 条子上写着啊,赫罗晓夫同志,斯大林做这些暴行的时候,你在干嘛 然后这个赫罗晓夫啊,就环顾四周啊,问道啊,这个条子是谁写的 给我站出来,结果台下鸦雀无声,然后赫罗晓夫啊,连问了三遍 然后这个时候赫罗晓夫啊,笑着说啊,当时我也不敢站出来 还有普通人之间的这种幽默啊,是吧 两个犯人啊,在牢房里交谈啊,互相诉苦 一个说啊,就你被判了七年徒刑 他说,你不担心,你老婆在这七年里面改嫁吗 你老婆要把你甩了,跟别人跑了怎么办 另外一个罪犯啊,说啊,你怎么有这么愚蠢的想法 你显然一点都不了解我老婆 他说啊,第一个,我老婆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女人 第二个,她特别爱我 第三一点,她被判了九年啊 为什么要聊这个俄罗斯笑话呢 俄罗斯的幽默,大家看下面的这个视频啊 毛 wi-fi红奴 еще一段待会 啊,不 Looking,不 SoCa, Seeında,利用俄罗斯的好女人 說話說,現在香港人這麼懷疑, 他們想要欠負責 歷史上的事件 1613年 以後,在此, 伊朗 Сусанин 採訪了一堆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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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現在我們很不怕的炭治療 而是非常適合的服務 是在晴蕾河中的日子 例子在雲山的洞蟭蟾 在這個蟲蟲蟲的蟲蟲 他在乌鸡屋里面 而出现 就算是 你知道你 有什么永遠准备 烤书、米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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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米洋、米洋— без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аза и теперь в Европе открывают музей горячей воды и отопления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е какой ужас приезжает Байден на саммит НАТО в Европу а там сидят Шольц и Макрон и в карты играют на рубли про Украину скажу только одно при власти кондитера Порошенко жить украинцам было не сладко а при власти комика Зеленского не смешно одним словом если ты поел помылся дома у тебя тепло значит русским ты родился со страною повезло желаю всем россиянам и тем кто на фронте и тем кто в тылу радостных побед и здоровья в новом году Михаил Илларионович Кутузов говорил непобедимо воинство русское в боях и неподражаемо в великодушии и добродетелях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мирному населению побежденных я прочитал и ахнул так это же про наших ребят тоже спасибо вам дорогие наши защитники вся россия с вами мы пьем за то чтобы в новом году вы вернулись домой целыми и невредимыми а главное славными победителями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Россия 这个视频是1月4号 这个俄罗斯的春晚 这个人好像叫耶夫跟尼吧 他的小品叫俄罗斯淫麻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耶夫跟尼啊 讲的这个段子好不好笑 从观众的反应来看 应该是非常好笑的 但是我好像觉得不是特别有意思 可能还是信尚不来啊 这些笑话呀 不管好不好笑 下面有个笑话 那是真正的笑话 真正的俄式幽默 据多家中俄权威媒体报道 1月6日 俄罗斯国家杜麻远东和北极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谢尔盖卡尔吉诺夫 向俄外交部亚太合作司司长奥夫钦尼科夫 提出啊 俄罗斯应从中国依法收回辽宁号航空母舰 将其改名为弗拉基米尔 瑞里诺夫斯基号航母 分配给俄罗斯黑海舰队 充担其旗舰 黑海舰队 此前的旗舰是摩斯科号导弹续舰舰 于去年4月14号被乌军击沉 至今还躺在海底 这个谢尔盖卡尔吉诺夫啊 还阐述了俄罗斯依法收回辽宁号航空母舰的几点理由 第一个 该航空母舰本属苏联财产 乌克兰因为自己缺钱 以废铁价格将其卖给了中国 而俄罗斯是苏联的正统的继承人 乌克兰无权处置该资产 第二个呢 说中国啊 当年购买辽宁号航空母舰 它的用途是改造为海上娱乐场 后来擅自改为军用 已经违反了合同约定 属于非法改装 基于上面两点理由 俄罗斯完全有权向中国提出要求 依法收回辽宁号航母 这个俄罗斯国家杜马这个议员呢 卡尔吉诺夫啊 他不是普通的议员呢 他还是远东于北极委员会的第一副主席 他居然认真的啊 向俄罗斯外交部亚太司的司长 奥夫切尼科夫提出啊 要跟中国交涉 把中国的这个辽宁号航母啊 给他收购回去 大家想一想 这个是不是就是俄式幽默的顶峰啊 你仔细想一想 这就是一个幽默 就是一个笑话 这个卡尔吉诺夫啊 作为这个第一副主席 他不可能不懂得这中间的利害关系 什么法律关系 财产的全属关系 以及现在的什么市场形式和这个国际形式 那他为什么要求收回这个辽宁号呢 实际上他就是在讲一个笑话 这就是叫自黑啊 自嘲 为什么说他是叫笑话或者叫自嘲呢 因为很多事情是明白着 无法实现的 俄罗斯海军目前是什么个现状 大家可能也清楚 俄罗斯现在唯一的一艘航空母舰 实际上就是辽宁号的姐妹舰 叫库兹聂佐夫号航母 这个辽宁号航母的前身啊 他叫瓦莲格号 这个瓦莲格号和库兹聂佐夫号 都是在前苏联 现在叫乌克兰的黑海造船场 实际上就是叫尼古拉耶夫造船场 应该是在哪一个地方建造 那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场 现在估计已经被俄军啊 导弹炸着不成样子了 作为俄罗斯海军的唯一的一艘航母啊 库兹聂佐夫号 他已经于2017年了 就正式办退休了 并退 为什么说叫并退呢 他的这个动力系统啊 据说已经没有办法修复 他只要一开出来啊 就是浓浓的黑烟 不要说敌舰啊 会把它击沉 就是这些环保组织这些人 也忍不了他 所以这个库兹聂佐夫号航母啊 就一直在造船场在维修 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维修好 据说啊 已经维修不了了 没有办法再服役了 实际上就是俄罗斯现在没有航母 那黑海舰队呢 他的旗舰摩斯科号巡洋舰 已经现在沉在海底 黑海舰队啊 现在有一个啊 大概四千多吨的 一个出局舰 暂时做旗舰 那这个卡尔基诺夫啊 说把这个辽宁号 去做黑海舰队的旗舰 先不说这个法律关系 也不说中国同意不同意 从技术角度来说 这也不现实 第一个 俄罗斯即便把辽宁号给买回去了 他没有舰载机 俄罗斯的舰载机 好像是苏33 还是什么米格29 这个苏33已经停产了 本身就问题不断 米格29呢 就更难适应这个航母上起降 效果不好 这个俄罗斯不是 卖了一艘航母给印度吗 那么他配的舰载机就是米格29 结果现在印度啊 宣布已经不用这个米格29了 他要用法国提供的什么 阵风 为什么 在俄罗斯的航母上面 起降法国的战斗机 这是混搭呀 没有这么干的 那他为什么这么干了呢 就说明原装的确实没法用 就是米格29确实不适合做舰载机啊 那俄罗斯没有舰载机 那他还得跟中国买这个舰载机啊 中国的是歼15 这是第一个问题啊 第二个问题呢 一般的航母他不是一个航母啊 他是一个舰队啊 他不光有舰载机 对吧 舰载机你给他配齐了 那也是一艘航母啊 一艘航母没有办法执行任务的 航母 他的这个战斗群啊 是一个打击群 俄罗斯他已经没有大型的巡洋舰了 那自己也造不了 俄罗斯现在啊造的最先进的 最新的 正在造的 叫格尔什科夫海军元帅 即这个导弹护卫舰 他只有四千多吨呢 是一艘中型战舰 你让他来护卫 或者跟辽宁舰组成一个航母舰队 显得相当勉强 那俄罗斯总不能把辽宁号回购回去之后 就放在黑海上 就这么一个孤零零的航母飘在那儿 然后这个黑海舰队还有四五艘啊 水面舰艇 这不成了这个乌军的火把子吗 没事就得蹂躏一遍呢 就冲那个辽宁号发射几颗海湾星试一下 然后这个泽伦斯基啊 他不已经组建了叫无人艇舰队吗 然后又在练习这个无人机啊 跟无人艇混合编队 那你把辽宁舰放在那儿正好成为靶子 即便被俄军回购回去了 那你说作为中国人看了也是不得劲啊 心里也不爽啊 这个俄罗斯啊也太不负责任了 还有其他的问题啊 就是技术上的啊 比如说什么雷达这一块 还有这些电子设备 跟俄军啊不一定能匹配上 把航母要卖给俄罗斯的话 你还得培训呢 这教俄军怎么用啊 这个就是不小的工程 实际上啊 这个叫卡尔基诺夫的副主席啊 他是高级黑啊 他是在黑俄罗斯 他的意思是 你看中国啊 几十年前把一个没有建好的航母 也相当于垃圾啊 废品嘛 但废铁的价格卖给中国的 拉回去之后 把它改吧改吧 变成一个辽宁号航空母舰了 那这几十年里面 俄罗斯在干什么 俄罗斯的海军有什么发展没有 俄罗斯的海军还是在吃老本 这个人呢 实际上他是在批评普京啊 因为普京就展权了二十三年 那这二十三年里面 中国的航母已经是第三条下水了 咱们说事实啊 说这个现象 不是讨论这个航母该不该造 你从这点上说 那你俄罗斯的海军就没有发展 所以说这个摩斯科号数研舰 被继承之后 黑海舰队就群龙无首了 基本上没有战斗力了 而且也没办法补充 然后这个库斯捏佐夫号包废之后 也没办法再补充航母 所以说这个卡尔基诺夫啊 他并不是真的要把中国的辽宁号买回去 他是借此来讽刺普京啊 所以他是高级黑 他是幽默 他是讲了一个笑话 最最重要的是中国不可能卖武器给俄罗斯啊 连卡车的发动机都不卖 怎么可能还卖航母给俄罗斯呢 什么理由都不行啊 现在大家都在对俄罗斯事情武器禁运啊 中国怎么可能会去帮俄罗斯呢 要卖也是卖给乌克兰呢 因为这个辽宁号买的是乌克兰的瓦莲格号啊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 这个卡尔基诺夫啊 还有指责或者是对中俄关系不满的这种情绪在里面 对中俄合作无上限 只有加油站没有重点站有那么一些意见 拿这个来说事 我把这个以前的苏联的韩母我回购回去行不行 你看印度他不都把那个T90送回俄罗斯去维修吗 实际上这就是俄罗斯啊 从印度把T90回购回去了 我在节目里面说过好多回 你别管印度他是怎么想的 本质上就是俄罗斯把它回购回去了 俄罗斯要给更高的价格 印度肯定占便宜了 为什么呢 这印度在俄罗斯买军备啊 吃亏吃的太多了 都是坑 血的教训 要不是血的教训 他怎么可能在俄罗斯卖的这个韩母上面 配这个法国的阵风战斗机呢 实在是跟俄罗斯玩不下去了 这坑太多 那韩母啊不够修的 据说啊 俄罗斯卖给印度的那个韩母啊 是半卖半送的 就没要什么钱 因为什么 人俄罗斯挣的是维修费 售后 印度人还挺高兴的 没花什么钱 买了一个韩母来了 这么大一玩具 天天在印度洋上玩 结果三天两头的要去修 印度人没办法 这亏吃大了 以为占了个便宜 不要钱 结果呢 费钱费的更多 叫修不好的俄罗斯航母 所以啊 以前吃的亏 以前上的当 现在呢 印度呢 要全部还给俄罗斯 印度啊 所以才把T90啊 送给这个俄罗斯去维修 当然了 也有可能是占钱送去的 但是如果印度强烈要求 俄罗斯把这个坦克还回来 俄罗斯也不敢私自接流啊 一定是半推半就 默许 为什么呢 俄罗斯要出更高的价钱 把它买回去 俄罗斯啊 当初是500万美元一辆 卖给印度的 现在估计啊 是1000万美元一辆买回去 那你印度赚便宜啊 他肯定愿意啊 这就相当于退货了 淘宝买东西 假一赔三啊 他这个 相当于买了个假的T90 赔两个 假一赔二嘛 都说得过去啊 印度买了个高仿 就当退货了 所以说啊 大家想一想 这个俄罗斯真的 如果要买航母的话 他应该买印度的那个航母 那个航母他熟悉啊 一直是他在维修啊 而且印度人也愿意卖给他 这个包袱可甩掉了 对印度来说也简单的 继续假一赔二 把这个买来的价格 再加上这么多年维修 花的钱 乘以二 卖给俄罗斯就完了 给乌克兰人当靶子用 所以说啊 但凡你考虑一点可行性的话 那个卡尔基诺夫啊 他就不会提议说啊 回购辽宁号 他应该回购印度的那个航母 那可行性更高 这印度人 巴不得把他甩掉呢 还赚一笔钱 所以这个卡尔基诺夫啊 实际上他也是在黑这个 合作无线线 你不是无线线吗 那咱们把这个辽宁号 回购回来都不行吗 你们已经有三艘航母了 后面可能还在造 我出钱 看你卖不卖 实际上是对中俄关系不满 俄罗斯人啊 对中俄关系不满 是有原因的 大家再看个新闻啊 2023年1月9号 外交部部长秦刚 应约同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通电话 这秦刚是刚担上外交部长了 跟这个拉夫罗夫通电话 秦刚表示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保持高水平发展 各领域交流合作 深入推进 友好民意基础 持续巩固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谋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基础上 我们愿同俄方携手落实好 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不断将中俄关系推向前进 我愿同外长先生 保持密切交往 秦刚说啊 中俄关系建立在不结谋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三不原则 你看这个表述就比那个什么 合作无上限 只有加油站 没有重点站 就务实的多啊 实际上啊 这个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这是中国外交的一贯原则 不是秦刚今天提出来的 以前就是这样的 它不是个新东西 实际上就是被那个 外交部的副部长 或者就是去年 普京到中国来参加冬奥会 搞得那么一出 显得好像啊 突破了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这个三不原则 好像中俄要结盟了 都无上限了嘛 好的只穿一条裤子了 事实上根本就不是这样 这回这个新任部长啊 相当于把这个传言都给澄清了 中俄就是三不原则 不要再误导别人了 也不要再干扰视线 引起混淆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所以那些黄鹅啊 指望着中俄结盟 来对付美国 这就是痴心妄想啊 国家部部长都说了 不针对第三方 中美是中美 中俄是中俄 不可能说中俄这件联手 跟美国对抗 没这一回事 这老粉丝都知道啊 我这个做节目以来 从时至今都是这个态度 实际上 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 坚持的这么一个态度 只是中间宣传啊 出问题了 当然了 这里面也有 被普京骗的成分在里面 最近这个金融时报 在密集的爆料啊 他这个独家文章啊 不是空穴来风 他说了 引述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 那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这个时候 这个金融时报 他能采访到中国的这些官员呢 中国的这个外交制度 和这个叫宣传制度 不是你单官的 想采访就能采访的 都是要报备的 那你换个角度来说啊 这些所谓的啊 政府顾问 什么匿名的中国官员 他实际上是奉旨放风啊 为什么主动的 找西方媒体 把这些内幕披露出来呢 实际上也是想消除外界的误会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这么回事 美国不老这么干嘛 那个什么华尔街日报 什么BBC 动不动就是 引述 五角大楼 什么官员 或者匿名官员 实际上就是政府 故意通过这些媒体放风嘛 无非就是说这个料给谁 你要给CCTV放出来 大家都不信 你要给人民日报放 大家也不信 找个海外的媒体放一下 你看他是这么说的啊 几位中国官员 在于记者的私下谈话中 努力救乌克兰问题 与俄罗斯划清界限 这一信息 已经向一些欧洲外交官 重复过 普京是个疯子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中国官员说 入侵的决定 是由非常小的一群人 做出的 中国不应该简单的跟随 中国政府官员称啊 中国现在认为 俄国有可能无法战胜乌克兰 并在世界舞台上的 经济和外交地位 大大降低 此外 虽然公开表示双边友好 但私下里的一些中国官员 至少对普京本人 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不信任 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普京最接近通知北京 他的侵略计划是这样的 如果乌克兰东部的分离主义分子 攻击俄罗斯领土 并造成人道主义灾难 俄国不排除采取任何可能的措施 这位官员说 中方认为 这句话意味着 有可能进行一些有限的军事接触 而不是普京发起的全面入侵 北京试图向欧洲同行保证 他愿意利用与莫斯科的密切关系 来约束普京 此其不要 素之如使用核武器 中国官员说 北京战略的另一个方面是 不仅将自己定位为潜在的和平缔造者 而且自愿帮助重建乌克兰 这个金融时报报道的这些 和我平常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 这个节目里面分析的基本上是一致的 我也没有什么消息 我也是通过媒体 通过这些蛛丝马迹分析得到的 老粉丝都知道 我经常调侃乌克兰的重建费用 是五万亿美金 有很多人说开玩笑 有很多人质疑 实际上这就是幽默 而且我说了 这个重建就要交给中国人来干 老粉丝都知道 你看北京的官员说 不仅将自己定位为潜在的和平缔造者 而且自愿帮助重建乌克兰 所以说那些大桥该炸就炸 不要心疼打烂一个旧世界 到时候创造一个新世界 给中国人三年时间 就还给世界一个崭新的乌克兰 但是你得让俄罗斯赔五万亿 中国的建筑业这个产能 已经过剩了 冗余 因为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好建设了 修桥修路 你不能再修跨海大桥 你看那个贵州山区的那个大桥 那个隧道 很多都是奇迹 就是你没有地方再修了 你再修都不赚钱 纯粹是浪费 但是你这个修桥的人 设备这些技术 就没有用武之地 这回好了 这个乌克兰可以帮他重建一遍 所以说你让中国人去修那个克里米亚大桥 要不了多长时间 俄罗斯人修到现在 还是在修修补补 动不动就把大桥一封闭 还要再维修 他那个铁路桥到现在都通不了车 没有一年修不好 我在以前的节目里面就已经介绍了 中国已经参与这个和平谈判 至少再从中斡旋 你看从这个媒体报道来看 中国将自己定位为和平缔造者 乌克兰人需要和平 但是呢德国法国更需要和平 他们一方面在反抗俄罗斯的侵略这一块 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呢他具体的诉求又不一样 对乌克兰人来说 他第一要保证他的1991年的边界线 其次是俄罗斯要赔款 然后要惩治战犯 他是最重要的啊 一二三 但是对德国法国来说 不是这个顺序 只是乌克兰的边界线 那是乌克兰的看法 对德国法国来说他需要停火 第二个普京要受到惩罚 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德国法国 你乌克兰的边界线换哪 跟他没关系啊 但是德国法国他要和平呢 然后他要惩罚这个俄罗斯啊 因为他破坏了规则 他侵略啊 你也不惩罚俄罗斯 那他下次还要侵略 大家可能也发现了 最近啊 中国在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上面 已经有了变化 而且这是闲而易见的变化 什么原因 咱们在别的节目里面再慢慢说 总之是有变化 普京要求中国国家主席 访问莫斯科 为什么没有答应 实际上是应该去的 至少就说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 不是合作无上线 双方是有博弈的 中俄之间关系 遵循这个三不五原则 可以说是非常务实的 除了这个三不五原则 你没有办法坚持其他原则 这也是咱们节目里面坚持的 好这期节目啊 咱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